新冠肺炎疫情横掃全球 美國正經歷罕見的大辭職潮 今年頭10個月有3440萬美國人辭職 創下20年來新高 零售、運輸等行業勞動力不足 也加重了供應鏈惡化的壓力 難道美國也出現了躺平主義? 和大家分析一下 美國媒體早前曾報道內地躺平主義 認為與競爭激烈的職場文化有關 尤其是僱員朝九萬九 每週工作六天的九九六公事 令年輕人難以忍受 乾脆放棄奮鬥 過著無欲無求的生活 這種現象亦在美國出現 美國勞工統計局今月8日公布 今年10月有約420萬人 從非農業職位辭職 佔美國勞動力總人數約3% 僱員離職原因主要是尋求更好待遇 但性上班和更好的福利 辭職率最高的行業 是休閒同餐飲業 辭職率達5.7% 零售業的辭職率達到4.4% 遠高於平均水平 今年頭10個月大約有3,440萬人辭職 當中30至40歲的人最多 美國之音報道大辭職潮席捲美國 有健身公司經理說 今年8月加入了辭職大軍 他說疫情前已繁忙工作 疫情開始後變本加厲 很多時除了睡覺就是工作 沒辦法將私人生活和工作分開 由於居家工作 企業對員工的期待更高 員工需要用更多時間在工作上 文章分析 在疫情期間 很多人的疲倦感增加 心理健康狀況惡化 所以重新審視職業路線 生活質素和需求 很多美國人在疫情期間 用了當年的積蓄 來維持離職後的生活 由於失業救濟金的增加和輸困金 美國個人儲蓄率在疫情期間飆升 緩解民眾在考慮離職時 對經濟因素的擔憂 有企業希望提升士氣和降低員工辭職率 推出不少應對措施 包括推出強制優價和得定時間禁止開會 甚至實施四天工作制 以及被員工彈性上班時間 疫情帶來的無償 令很多人覺得要及時行樂 希望留多些私人時間和家人相處 其實除了美國的大辭職潮外 德國、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 都出現了相同的趨勢 不少人重新思考 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平衡 今集就說到這裏 多謝收看